好,在这个单元中是说 Excel如何在40个储存格中填入不同的数字 填入不同的数字 那这时候来讲呢 它实际上是利用一个小技巧 什么叫小技巧呢 我们切到这个画面上来看 这小技巧就是说 在K栏这边 到 R栏,有没有看到 这里就叫2468 2468 8栏5列有没有 我让它用函数叫rand 这干嘛乱数 它会产生小于1的乱数 那这时候呢 把它产生出来以后 刚好我这样复制 把它这样全部框起来 框好了以后 把它复制完以后 注意到这些都是一些乱数 那乱数就会有什么 有大有小 那这时候我们就很简单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A1储存格呢 去抓 抓它的比对 什么比对 K1 有没有 去跟K1到R5 这个范围 K1到R5里面 它排在第几名 有没有 那因为这总共有40个 所以呢 它没有重复值 所以就会从第一名 排到第40名 那我们这边就会干嘛 看到了没有 40到第一名 这边就自己产生 1到40的数字 那外加你今天说 你要产生到1到80 你甚至可以干嘛 8乘10列 有没有 那就会产生1到80 这就看你怎么去安排 你要有几篮 几篮 这样子 来去处理 使用到两个函数 一个是RAND 这个函数 RAN 一个是RANK 点EQ 这个函数 其实上那样不一定要RANK 点EQ 你也可以点什么 RANK也可以 这也没有影响 这是什么 它就是干嘛 名次的 这个一样不会有重复 你不用紧张它 有没有 它也一样可以自己的 有没有看到 你当你这样一抠 它一乱了以后 它数字就会干嘛 重新再跑一次 你这边 只要一复制 它这边就数字会变一次 然后这边就重新排一次名次 有没有 所以还是会什么 1到40 1到40 RANK 是各个版本都可以使用的 那刚刚我们讲的叫什么 RANK 这颗EQ有没有 特别注意到 刚刚跟你讲这一个 这个是新版本 才会有这种功能的 功能的 所以一般来讲 只要前面这个的就可以了